丈母娘 我跟你说件事 什么事啊 你说吧 这两天 你搬到别的地方去住吧 女婿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我在自己家住得好好的 你为什么让我搬到别的地方去住啊 这两天 我父母过来 跟我们一起生活 到时候 你这家里这房间也不够用啊 所以啊 你就得搬到别的地方去住了 你的意思是 你的父母要搬过来 长期跟我们住在一起吗 对 我想把我父母接过来一起住 他们现在年纪大了 再说了 他们就我这一个儿子 搬过来一起住呢 也方便照顾他们 咱们也在一起住了这么多年了 我对你啥样你也知道 我已经够孝顺的了 现在我爸妈他们年事已高 我也想孝顺孝顺他们 我这样做 你能理解吧 大圣 你孝顺自己的父母 这是应该的 我没有任何意见 但是你让我搬出自己的房子 你这样做太过分了吧 当初你娶我闺女的时候 你一无所有 连个遮风当雨的地方都没有 我心疼闺女 不想让你们受苦 才让你们住进我的家 这些年我尽心尽力地帮助你们 不仅操持家务 还帮你们带孩子 现在你嫌我碍眼了 就想把我扫地出门了 还想霸占我的房子 你这样做太让人寒心了 我爸妈含心如鼓 把我养大 现在他们年纪大了 我想把他接到身边 让他们安享晚年 我这样做有什么不对啊 你赡养你的父母 那是理所应当的 但是你要靠自身的努力 去赚钱给你父母买房子住 这套房子是我的 你有什么权利 让你的父母在这长期住 如果你想霸占我这套房子 我一定会维护 我自己的权益的 丈母娘 你想多了 我没有想要霸占你的房子 我实话告诉你吧 我跟你闺女啊 在这附近 给你租了一个大单间 里边家具水电都齐全 你要是搬过去呢 也有属于自己的空间 我这样做 这两全其美多好啊 既然你说的这么好 怎么不让你的父母 去住那个大单间 我告诉你 这是我的房子 我的家 我从来没想离开过 我爸妈刚从农村过来 对这是人生地不熟的 我怎么能让他们 在外面住呢 你这样吧 你搬过去 住十年 我在这啊 伺候我爸妈十年 这十年过后啊 等我把我爸妈安排好了 我再把你接回来 你看我这样安排 公平合理吧 你说这话糊弄谁呢 如果我听你的搬出去 恐怕我这房子 都再也回不来了 我明确的告诉你 你就别白费力气了 如果你没有能力 你就别把父母接过来 如果你想把我强行 从这房子赶出去 我告诉你 门都没有 赵母娘 我希望你能理解我 你说到时候 如果我父母过来了 那我跟你闺女 也就是面临着 照顾三个老人 你说我工资也不高 就六千块钱 我再在外面 给我父母租个房子 那我也承担不起 如果你搬出去住了 那我父母在这个家里 也有一个舒适的居住环境 再说了 这个事也不是 我自己一个人决定 你姑娘也是认同的 赵母娘 我希望能得到 你的知识和理解 那我问你 在外边租的房子 房租谁来付 当然是你出了 我跟你闺女 我们两个人都算过了 你的退休金是四千多 在外边租个房子 是一千块 算上水电的话 也就是一千五左右 刨去你这个吃吃喝喝 你一个月 还能剩下一千多 到时候 还能补贴一下 我们的家用 这不挺好吗 你的如意算盘 打得可真好 我从未见过 像你这种厚颜无耻的人 居然打起 我退休金的主意 你不仅让我 从自己的房子搬出去 还要付房租 剩下的还要贴补你们 你们的孝顺 真是别具一格啊 更让我伤心的是 还是我闺女的主意 我真是养了两个白眼狼 上不娘 如果你不愿意搬出去 还跟我们一起住 到时候 我可不敢保证 以后还会对你有一个好的态度 你说你这是何苦呢 你父母明明知道 你和我女儿结婚了 连个固定的住所都没有 还来投奔你 你们一家人都想入坠我们家呀 上不娘 你这说的是什么话呀 当初是你女儿非要跟我一起共度余生 你要是真心疼你女儿啊 你给她买套房啊 我知道你手里还有钱 我也不贪心 你给我拿一百万就够了 剩下的我自己想办法 行不行 一百万 你口气还不小 你说我没有 就是有 我也不会给你的 我回来了 妈 老公 你们在聊什么呢 闺女 我有件事想问你 妈 什么事啊 大盛的父母要搬过来 让我自己出去租房子住 我想知道你对这件事情的看法 妈 这个事我知道 而且 我已经同意了 大盛他 他家就这一个孩子 他父母年龄大了 那除了他以外 确实是没有人能更好地照顾他们了 你也知道 大盛他是一个孝顺的孩子 我也非常能理解 他想尽孝的这一份心情 所以 我只好答应他父母过来住了 不过你也知道 咱家确实是有点小 住不了那么多的人 我只是让你暂时出去租房子住 不过你放心 这一切都是暂时的 关于未来的计划 我和大盛会慢慢商量的 闺女 我辛辛苦苦把你养这么大 你就这样对待我的吗 当初 你和大盛结婚的时候 他买不起房子 我毫不犹豫的让你们住进了这个家 还帮你们照顾孩子 我每个月还要堵贴你们 到今天你这样对待我 还让我把自己的房子存出来 让给别人住 妈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是暂时搬出去住 你说是暂时的 但是谁能保证以后 这个房子我还能不能要的回来 这个房子是你父亲留给我的 现在大盛他们家人 要占这个房子 你不但不帮我说话 你还站在他那边 一起来欺负我 闺女啊 你怎么能这样对待我 我可是你亲妈呀 妈 我都跟你说了 是暂时的 暂时的 你怎么就听不明白呢 大盛他父母在这住 也就是十年八年的 当时候在这适应了 他们就出去租房子住了 然后你再回来 这还不行吗 再说了 现在你有退休间 一个人住着 还能享受生活 也不用帮我们带孩子 做家务了 对不对 我真心的为你考虑的 你怎么就不明白 我的良苦用心呢 你居然能说出这样的话 还说为我考虑 为我着想 我真是白咬你了 那我明确的告诉你 这个房子是我一个人的 你休想打这个房子的主意 妈 我说你怎么这么固执呢 我可是你唯一的女儿 那以后你要是不在了 这个房子不也是留给我们的吗 你要是实在不想搬出去住 那你就给我一百万 我和大盛出去再买一套房子 你 再说了 妈 以后你老了 不还得是我和大盛给你养老 我怎么生了你这种无情无义的女儿 既然你们坚持让我搬走 行 我如你们所愿 但我保证 你们会被自己的行为后悔的 妈 你这是要上哪啊 房子我已经卖了 三天后房主来收房 好